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鸡蛋豆腐分享新吃法 首先准备300克豆腐把它切成丁 再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搅散之后倒入豆腐里 再加入一勺芝麻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400克面粉加入4克酵母搅拌均匀 倒入鸡蛋豆腐再搅拌一下 然后先把豆腐给它抓碎 再揉成光滑的软面团 面团揉的软一点口感会更好 揉好之后不需要发酵 直接把它给搓成长条 然后按扁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再调整一下边缘 把它给分成两份再切成井子形 再准备一些花生酱 再准备一些花生酱 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盐或者白糖 把它给搅拌均匀 淋在面片上 再用刷子给它刷均匀 再对折起来 整好之后 我们把边缘的捏一下 防止露出花生酱 再轻轻的擀薄一点 不需要擀得太薄 不然影响分层 盖上保鲜膜 发酵40分钟 发酵好之后 电面称鲜膜模式 刷上油 放入饼子 饼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 中火 我们每两分钟翻一次面 反复多次翻面 直至凉面金黄 饼子鼓起 就熟透了 我把它给盛出 切成小块 听一下切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酥脆 而且不仅酥脆 也非常的柔软又多层 这样做的饼子 有一股浓浓的豆腐香味 还有花生酱的香味 非常非常的香 不爱吃豆腐的小朋友 都爱吃 简单营养又好吃 喜欢就收餐起来试一下吧